据意大利媒体7月14日报道,奋斗在意大利编译,米兰火车站中,两名中国游客,正准备出发前往佛罗伦发旅游,登火车的间隙中,在火车站中的其中一间餐厅就餐时,被偷走了背包,背包中有刚在米兰名品街购买的价值6000多欧元的卡地亚手表和1300欧元的物品。 幸运的是,米兰火车站内的知情警察发现,一名18岁的突尼斯公民走路节奏非常快,而且身上背着两个背包,警方跟着该小偷,随后确认逮捕,同时,背包也还给了中国游客。 同时在一天内,另外两名小偷也被捕,为20岁的利比亚男性,和23岁的尔基利亚男性。 因一名45岁的女子告诉警察,她发现身后的两个外国人,试图打开她背包的拉链,随后被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